寶可夢 嗨!我是寶可夢 最近武漢肺炎的疫情很嚴重 不曉得大家都有乖乖的待在家裡嗎? 如果有的話,太好了! 寶可夢有一個省錢賺點的妙招 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我們日盛銀行推出來的日盛送點王 主要有讀卡機還有卡片在手 你在家裡就一樣能夠輕鬆轉帳賺點數啦 不論是買口罩或是轉帳給親友 只要單筆交易買一千零一元以上 就能夠累積日盛紅利點數喔 其實日盛這次也有針對這個網購口罩 也有特別舉辦活動來回饋大家 你沒有日盛銀行的戶頭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註冊日盛送點王的活動 成為他的會員之後 只要使用日盛WEB ATM來進行22元的轉帳 你就可以在下個月拿到7點的點數 日盛已經幫你買單預費的部分啦!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每一次的繳費期間裡面先回饋一次 那麼每個月有4次的繳費週期 所以最多就是可以拿到7×4 28點的紅利點數回饋 再來提醒大家一點 每一個人的每一個賬戶 每天500元以下都有免費的轉帳次數一次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使用日盛WEB ATM來進行口罩付款 還可以多A7元的運費喔! 寶可夢的重點提醒大家 只要是20元轉帳買口罩 就不會被收手續費喔! 轉帳買口罩不會計入小兒轉帳 每日第一筆免手續費之交易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喔! 日盛WEB ATM一共有4個簡單的步驟 就可以來進行交易 累積點數 讓寶可夢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教你 第一個步驟 你要到日盛的會員網站裡面註冊 成為日盛送點王的使用會員之後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你要使用日盛WEB ATM來進行交易 每一次的交易可以得到4-5點不等的紅利點數 STEP 3 只要累積滿一定的點數 就可以開始兌換禮券啦! STEP 4 當你收到禮券了 就是可以收割成果啦!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齁 其實你看畫面上 你就會發現寶可夢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銀行帳戶呢? 其實這個做法很簡單 萬變不離其中 就是所謂的團結 力量大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很多很多的銀行帳號 包括畫面上看到的這些都是 我把這些銀行的跨行提款轉帳次數 全部通通都把它綠定到我的 其中一個戶頭裡面去 這樣子累積速度 比較快啦! 也推薦大家 也要集中火力 一起來做幾點的動作 因為這個樣子呢 你才能夠集得又快又好 每轉帳一次 金額大於10001元 你就可以拿到4點的紅利點數 當你轉的越多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點數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這些點數都不夠 怎麼辦? 我再教你一招 你還可以使用推薦人制度 這個熱身這檔活動呢 也有所謂的推薦人制度 當你推薦越多人 他們都使用你的推薦碼來轉帳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更多的點數 其實這個不難理解 大家只要有常常參與寶可夢的推薦活動 其實你都知道我們是怎麼玩的 在這檔活動呢 其實也不困難 你只要在申請的時候呢 輸入寶可夢的推薦碼是0103 那麼你的每一次轉帳呢 你可以拿到4點紅利 我可以拿到1點紅利 所以加起來呢 總共最高就是5點的紅利 那當然大家心裡面一定會在想啊 那我幹嘛要給你賺這個好看 我自己賺不行嗎? 當然可以啊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準備兩個帳號 第一個 是你在註冊的時候 先有了第一組推薦碼 再來 你在申請第二個帳號的時候 輸入你剛剛的那個第一組推薦碼 之後呢 你只要用你的帳號B 進行的所有的轉帳呢 都可以拿到4點 那你的第一個A帳號就是1 所以永遠都是4加1 所以你就是可以拿到完整的一次跨行轉帳呢 就可以拿到一次拿到4加1點 就是最高是5點的紅利 不過我建議大家可以多多分享這個活動給你的親友 當你的親友使用你的推薦碼 來這個註冊的時候呢 他們轉的越多 你拿到的點數就越多 這其實不也是美式一裝嗎? 如果你救不到那麼多人的話 沒有辦法像寶可夢這樣子 有自己的平台可以一直分享出去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獨善騎生也沒有問題 你只要使用我剛剛講的那一招 1加4點最多5點輕鬆入帶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多多把握的 公欲善騎士必先利其器 這個也是我在我的心屬裡面 很認真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概念 你想要在日常生活中省錢 並且賺點數嗎? 如果要的話呢 我非常建議你寶可夢介紹的這些數位帳戶 都要一個一個的去把它開戶 一個一個去把它拿下來 那麼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轉帳當中呢 持續的去累積你自己的點數 並且達到 積少成多聚殺成塔的效果 就像我這樣子 我滿手都是禮卷 通通都是從這個 日盛送點王的這個活動裡面去拿下來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驚人 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一起來 賺點數好不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個段落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